大家好我是小鐘 今天要試駕的是LOTUS E-MIRROR 說起我喜歡的這個純種跑車 有兩個 一個是保時計的911 另外一個呢 就是LOTUS的全系列 不過不包含它最新新出來的純電車款 那為什麼是LOTUS呢 現在車子我認為分為兩大類型性能車 一個類型是所謂的 它可能是很多的高科技電子化的底盤 它的動力系統也非常高科技 出力馬力非常非常強勁 再加上這個可能很犀利快速的雙離合器變速箱 因此就算它馬力高達8、900T 那你開起來覺得好像沒那麼難開嘛 隨隨便便好像可以掌握這台車 七八成的動力表現 甚至你下了賽道之後 可能你跟這個 專業車手的單元成績 只可以慢個3秒5秒 好像我的技術還蠻厲害的 0到100彈射起步 隨隨便便輕鬆的就是3秒台 多大煞車又有油門 讓Ctrl進入進去 煞車一放 超級快 可是這樣的車子對我來說 它會變得有點像是電子軌道車 好像少了一點溝通的這個東西 因為你知道這些速度那麼快 那麼好開 那麼犀利 都是因為這些高科技電子系統 真的精良的電控 來幫助你協助你 這是一種類型 那Rotus的車子為什麼會喜歡 就在於說它的樂趣 可能並不在於說最後一個成績 因為你看Rotus它馬力通常都比不大 就算我們今天試駕 這個Emirror V6不過400匹 說真的400匹 你在綠燈碰到旁邊有Golf R 改了一階的 彈射起步你一定會輸給它 可是為什麼我喜歡Rotus 甚至包含今天的Emirror 我開的是越開越喜歡 就在於說它可以給你很多所謂開車的回饋 那這樣的回饋 我覺得是在於過程中 是開心是愉悅的 可是這樣的車呢 或者說Rotus 就代表它很難開嗎 我並不覺得 反而是你需要多一點的時間跟情緒 跟感情去跟它慢慢培養 那培養一小段時間之後 你發現其實它並沒有那麼難搞 它只是單純的很純粹 然後可以告訴你任何的資訊 當你吸收到之後 你要如何消化它 去了解它的個性 它的特質 它的特點到底在哪裡 進而讓它開得更順利 更順暢等等 這就是最好玩的地方 好那回到今天的主角 EMIRROR 當然我相信對於所謂的 傳統Rotus車迷來說 它應該不會那麼喜歡EMIRROR 並不是它不夠兇猛 不夠好開 不夠出色 而是車重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你們對於Rotus的感覺是什麼 對我來說Rotus就是 輕量硬派 在我心中啦 我覺得Rotus如果超過1200公斤的話 都算重的 你回想第一代ELYES 最小拍系量1.6升 那車重才多少 700多 800多而已 不到900公斤 那當你變成1200公斤的Rotus之後 是代表你就是一個胖子 更何況 今天的EMIRROR 它車重超過1100公斤 那麼重的Rotus 真的可能在很多人心目中 它就沒有受到喜愛 不過扣除車重的部分 我就開了一整天之後 我發現EMIRROR 它還是我心中的那一台零化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 MR的車子 它的重量的鶴重 後面比較多一些 它的同期對手可能會預設是保持電C18 C18在把所謂的配重這件事情 就處理得相對比較好 那你在開的過程中 你覺得好像它很中性 並沒有屁股比較重的感覺 並沒有覺得它屁股沉沉的 那你覺得這個動態會不會怪怪的 並沒有 可是Rotus 從以前ELYES到ELYES到以前的EMIRROR 它開起來都是有很像那種 傳統MR的感覺 這時候你覺得動態好像跟我們印象中 不管是開前驅車 開後驅車 開試人傳動的車 那個配重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這時候呢 至少我的心中啦 就多了一點敬畏的感覺 另外在傳統系統 不管是換檔的手感 或是後面插鑽性 傳統系統做動那個 那個驅驅驅機械感 我不會用老派形容 我會用所謂的傳統 然後原汁原味來形容 那這東西 如果你今天是所謂的 比較新世代的車 你覺得 我車子就是要好開 夠快 夠犀利 這東西你會覺得 這台車怎麼會這麼粗糙 但如果你是開過 120年的超跑 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 才是它一路延續下來的 所以我會覺得 EMIRROR雖然變得很重 但是呢 至少在動態感覺上面 還是我心中的那個LOTUS 是非常好玩 而且非常純粹 非常直接的 我中了 我也是中啊 中了 中獎了 欸 我也中獎啦 哇 是什麼東西中獎率這麼高啊 當然是8891新推出的 百萬現金補貼活動啊 現在呢 只要使用8891 站內一鍵尋駕買車 就可以隨機獲得 1000到10萬塊 不等的現金補貼 等於車價限責 10萬塊耶 車上不給你的折扣 就讓8891替大家上告稿 等一下 你該不會以為這是詐騙吧 別懷疑就是這麼好康 本次活動共計500個獎項 總額高達100萬 中獎率100% 不怕你拿 只怕你晚了搶不到 現在就趕快 上8891聯繫 可以專屬月代買車吧 那在動力表現上呢 台灣首批進來的都是 V6機械增壓 3.5升 其實在過往 大家應該相對熟悉啊 它其實引擎本體來自於豐田 那當然它經過一些修整 調教 然後再一些強化 再加上機械增壓 那大家可能覺得 加上機械增壓之後 尤其是 畢竟排線有到3.5升 然後又是非有鋼 這低速扭力 應該是很驚人啊 事實上並沒有 在我印象裡面 因為其實最早是配置在 一次於V6上面 那當然每個版本 每個時期的動力速度 設定不太一樣 但一直以來 這顆已經給我的印象就是 你以為 今天這壓會帶來很大的 這個低速扭力的速度 但事實上真的沒有 不然以Mira也是這個樣子 大概在三線轉以內 你就會覺得這台車 其實油門反應有點溫和 總結要轉速越高 越是到五六線轉之後 你就哇那個力量 哇 才是一個 它的精華帶會展現出來 因為這台車有三種行車模式 有TURL Sport 跟Track 其實TURL的表現 就是你把它想像的 就是一般的Normal的設定 它在油門的表現上面 反應上面 真的比較溫和 我覺得太過溫和了 這顆引擎的動力 扭力曲線是比較後面的 那再加上如果TURL 它的油門反應是比較溫和的話 就溫上加溫 我真的不太喜歡 所以我開了一整天 基本上我都用Sport的模式 低速的時候油門比較靈敏一些 另外因為它聯動有發滿的排氣管 所以這個聲浪感受 也相對比較熱血 另外再回到動態表現 那這台車 它是Fast Edition 所謂Fast Edition的意思就是 大全配 它能夠上的配備 全部都給了你 還有一個 我覺得如果你買這台車 一定要選這個配備 而且它是無料 假選 你不用加錢 就會獲得這樣的配備 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你輪胎 會從一般的結台變成Cup 2 那Cup 2的話花粉比較少 有點半熱融的感覺 你的性能 抓地表現實在會更好 另外懸吊 會變成更運動化的設定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選這個Package的話呢 你的懸吊比較軟 比較柔一點點 那你可以無料選擇 我的避震器也要加更硬 確實啦 我覺得還蠻硬的 那這個硬呢 我個人覺得不至於到不舒服 不過你可以感受 你可以看我開車的感覺 就身體一直在動動動動動 但這個動的是協調的 然後貼定性是非常好的 那我覺得畢竟當你都買Rotus 當你都買一台M-R的 純種手排車 當然就想這個操控的樂趣 操控的一個速度 那有Cup 2的它給你 有更硬朗的選擇給你 不用加錢 不用多收你錢 你為什麼不選呢 好啦那講那麼多 大家可能覺得 哇那小鐘應該是 非常非常喜歡這台車吧 對 我非常非常喜歡 這台車真的沒缺點嗎 錯 這台車缺點 我覺得還是蠻多的 到底是什麼缺點呢 至於它的缺點到底是什麼呢 我覺得它太豪華了 椅子有12項墊條 就算喔 還付記憶功能 然後音響非常的高階 音質非常的好 但是你真的用得到嗎 當你要買一台M-R的手排 Rotus的時候 這配備不是越精簡越好嗎 但不可否認 Immura代表全運世代的Rotus 它內裝質感更好 也更科技 有很大的硬心儀表 多美女系統呢 有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但我覺得我心中Rotus 應該不需要這些豪華配備 配備可以更精簡 然後更輕量一點點 至少價格也再更壓低一些 這才是我心中 最棒的Lotus E-Mira